你好,我是艺术治疗师,也是艺术学博士徐文林。 欢迎收听我的课程《透过艺术启动亲子陪伴力》。 我在规划这门课程的时候,是把亲子教养知识以及世界畅销图书《小王子》 有系统地与亲子疗愈艺术编织在一起,帮助你深刻地体会关系美学。 我会在课程中随着《小王子》的精神脉络引导你尽心地跟各种媒材互动,产生感觉和触觉的效应。 并且我会鼓励你在艺术创作当中专注地找回呼吸,找回自由,找回单纯的美好。 这一讲活动方案我要介绍的是交换着色化。 这个活动最明显的作用,很像《小王子》故事里面狐狸和《小王子》的那一段经典的对话。 狐狸说,如果你循扬了我,我们就会需要彼此的存在。 对我来说,你将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。 对你来说,我也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。 循扬呢,它的意思是建立关系。 我想让你和孩子花时间在一起,进行交换为对方的线画,涂上颜色的工作。 在这样的爱的仪式性的时间里面,寻服你们彼此,而且互相负责。 这个方案所需要准备的主要媒才有,亲子缠绕画复制品,还有色铅笔。 活动可以随性地展开,持续大约30到40分钟。 流程是,让上一次的亲子缠绕画影印成为复制品,使每个人都拥有对方的作品。 或者也可以从各自重新画一张缠绕画开始哦。 第二,欣赏彼此的缠绕影印作品之后呢,自己选一张,然后开始用色铅笔来着色。 第三,运用色铅笔的色彩、力度,还有反复涂色等等各种方式,来加强涂显主题。 第四,亲子互相分享作品过程还有成果,看看原来的作品浮现了什么样的新意象。 第五是,帮作品命名,也就是想一个作品的名称。 第六,为作品进行即兴的小书写,从我看见还有我感觉来起笔,各自写一小串的文字。 第一个,纸。 它是这个创作活动中最先出现的媒材,但是并非空白的纸张,而是亲子先前已经经营过还有分享过的空间。 这个空间被复制出现,还有交换的着色,象征了进入亲密他者的空间,进行探索还有改造的可能性。 第二是色铅笔。 在使用的时候呢,会是当下的手感,或者是想要描写的机理,然后你会灵活运用各种笔触。 这些都显露了亲子各自的内在活力。 当碰到大面积色块的时候呢,更是自我体会还有观察孩子的好时机。 譬如说,会有耐性让画面画得更有层次感吗? 或者更有扎实感吗? 还是让它更有保实感? 还是其实就是草草的带过呢? 这个跟定力还有自我要求度有关。 也有可能跟你或孩子的特质属于感觉性多,还是理性多有关的。 第三,关于交换作品来着色的动作,就像前面所说的。 在进行着色化的时候呢,象征进入亲密他者的空间里面去进行探索和改造。 可能在那个交换的心理时空当中发现新的可能性。 这个呢,很像交换日记一样,是一种情感交流的方式,可以把原本不是很清楚,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表达的想法呢,在交换日记里面去叙说,或者是吐露心声。 但是呢,由于图像比文字来的隐晦,所以这里的心理时空对于原作者而言,其实会比较自在,而且能够很坦然地被揭纳进入到画面里。 对着色者而言,这其实是多了很多的自由发挥还有改造的动力的,也就是值得你好好的去观察孩子的地方。 第四是关于创作里面的心流。 起初可能是由于不需要考虑如何构图,而只是用直觉地选颜色来轻松地着色。 所以这样的过程会意外地有抒压的效果,因为反复渐层的着色动作,它会放空大脑的思维而感觉到非常的舒服。 可是当着色约十分钟的时候呢,可能就会开始感觉到想要有主导性了。 这个时候,你也可以暗示孩子可以有意识地去观察,还有利用颜色来使画面凸显出对自己有意义的形象。 一旦享受在当下了,就会很专注起来,那些色铅笔,颜色,或者是线条,还有触感,就会充分地跟人结合咯。 逐渐地,线条,色彩与块面的相互关系,会让有意义的形状,突破原本黑白的背景而浮现出来。 这时也就是作品被赋予新生命的时候了。 最后,预祝你和孩子在亲子艺术陪伴的创作里面,关系越来越美好。